以下是狗播广告 经典球毛品牌47brand创立于1947年 发迹于大联盟最古老的球场芬威胖 创始者罗素兄弟从贩卖运动赛事周边开始 将47brand由原先的摊车 逐渐打造成国际化的体育休闲服饰品牌 不仅与MLB、NBA、NHL以及NFL等国际体育联盟长期合作 亦有超过600个学员的授权 在台湾亦与中信兄弟富邦和将 中信特工与富邦勇士等球队联名合作 球帽优异的质感与百搭的设计 使品牌深受棒球迷与艺人的喜爱 目前逐利贩售的产品为 较接近传统棒球帽的MVP系列 以及老帽款式的Cleanup系列 如果大家有购买棒球帽的需求 也可以多多考虑47brand这个品牌哦 大家好我是Handa 欢迎收听原始物语第138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4年的1月30号 原始物语是乐天桃园球迷象非官方Podcast 每一集我们所聊到的主题 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那上周呢我去参加了 肾脏棒累球协会的聚餐 其实这个本来应该是阿杰要去 但因为他要带队 他带小朋友去比赛 所以他没办法出席就有去代表 那我在那边就看到了光哥 如果大家有听那个阿杰手扒鸡的话 光哥应该有上节目受访过两次吧 那还有那天像这个光哥的这个父母 光爸光妈他们也有到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 就是都有在帮助声帐棒累球协会的一些人员 那那天其实大家就是聚餐 然后聊得非常愉快 那不管是声帐还是盲人棒球 还是说像女棒 其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蛮努力的 那大家如果说有心有欲力的话 可以给他们多一些关注给他们多一些帮忙 那上周其实虽然还是修赛季 但是棒球新闻还是很多很多 不只是中职的新闻 像我们这个很久很久没有更新的拉拉队物语 是稍微跟大家更新一下 因为就是在上周日职软音拉拉队 Hawks Honeys 他们所公布的2024年的成员里面 有一位是台湾人 这位是曾经在AKB48TP担任团员的邱品汉 那他也曾经登上过日本红白歌合战 那邱品汉加入Hawks Honeys 就变成该队史上首位的海外成员 那我想这几年 算是拉拉队之间的不同国籍的交流变多 像从达海开始很多位拉拉队 韩国的就来台湾 那这一次是有台湾的成员去软音音的Hawks Honeys 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火花 那总之呢我们就乐观其成吧 那这个也是目前唯一确定的人员异动 就是上周应该说 所有拉队新闻里面比较确定的异动 其他的异动不管说是我们队的还是其他队的 反正到时候等官宣榜 那拉拉队的部分讲完 还是回来我们算是棒球 比较本质相关的新闻 那上周引起最多最多的热议的 就是关于台北洞 就是台北大巨蛋的厂租到底要算多少钱 从50万到三四百万都有 那我相信大家在上周应该这个新闻也看得蛮多 就到底是多少钱到底谁去谈 然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你的租金包含到哪个程度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会再讨论一阵子的 因为毕竟可能远雄这边也没有太多出租场馆的经验 然后中职各球队对台北洞的要求可能也会不一样 就简单讲一讲 比如说你要不要用到上层的看台 你要不要用到外野上层的看台 然后你这个球场外要不要做什么装饰 然后你的商店街要开到多少的量 要不要摊车 你的电费啊 这些东西其实会很复杂啦 那我觉得就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去谈吧 至于你说到底多少钱才合理 我知道大家讨论的很认真 但是老实说对我来讲 我觉得都还好就他们去谈 反正觉得太贵就不要租啊 因为远雄没有义务要租给你中职球队 中职球队也没有义务要全盘接受远雄的报价 反正谈得来就租谈不来就算了嘛 因为远雄也好或是中职各球团也好 大家都是要盈亏自负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等他们去瞧吧 那你说场地 当然台北洞是目前台湾最新的场地 所以它的里面设备绝对都是新的 但是它有没有跟其他的露天球场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我说的是在观赛体验上 以我进去两场的经验 我是觉得还好 那当然如果说 各位如果是没有进去过台北洞 你当然要找机会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 但是它有没有真的 好到跟其他露天球场差一大截 这个我是持保留态度啦 那如果说你还有去过国外 比如说像 我去年不是去的X-Kong-Feo吗 那基本上X-Kong-Feo的 整体的观赛体验 我们不讲球赛本身 我们讲球场的整个设施 整个动线还有光线 还有一些硬体设备的观赛体验 其实X-Kong-Feo是远远好过台北洞的 那以目前各队的露天的主场 天母 新庄 桃园 周济 台南 曾经吴现在在整修我们就暂且不谈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目前这几座露天球场 关于球场的氛围营造 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我这边指的气氛 其实你就算把应援团 拉拉队这些都撇开 我们就讲说 见到球场的视觉的识别 还有动线 还有卖电 还有甚至说像 新庄就很知名的这个厕所的维护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已经做得不错 台北洞跟这些几个球场比 他不见得占有优势 台北洞其实 我说穿了他就是好在有个屋顶 然后有冷气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 他跟其他球场的差距没有到那么大 所以有没有必要 一定要去抢台北洞做主场 那当然每个球队他们自己要 怎么去排 要去排多少主场 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去想的事情 那我自己老实说 我会觉得 如果大家今年各球队都抢着要去台北洞 去办比赛的话 就主场经营的角度来说 我会觉得有点在开倒车 因为这十几年来 其实各球队对于自家的主场的特色的建立 都花了很大的心力 只有一个 只是一个有屋顶的球场 大家就抢了过去 然后你本来的一些特色 你就放在那边不管的话 我会觉得很可惜 那这个是其他球队的部分 那至于像我们家 热天讨人有没有必要去租台北洞 我个人觉得是不必要 那当然你可以说 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不喜欢巨蛋球场 那重申一次 我觉得心目中的最佳解释 开合屋顶球场 那巨蛋球场对我来讲 它真的没有很吸引我 我比较喜欢是有开合屋顶 下雨的时候可以遮雨 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可以打开 我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天空 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地景 这个是我觉得心目中最完美的球场 巨蛋并不符合我的条件 那撇开这个我的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来讲 因为我们家球场 在季模开始做大整修 整个排水都挖掉 那像这个礼拜已经在富途 因为那个那些渗透 渗透网管都买的差不多 现在就是开始在盖上去 富途完之后就是要开始种草皮了 然后再来就是 外野的座位区也大改造 那座椅几乎都翻新了 在外野的部分就是以前说对客队 非常的不友善 现在客队坐的椅子反而是最新的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球场登柱 尚都换成LED的 那做了这么多改变 就有点类似说 你家里刚完成大装潢 还有必要去外面住饭店吗 我就觉得不必要 那这是我的想法 我本来想说上周应该没有什么太多新闻 但是因为上周开讯 所以新闻就蛮多的 媒体做了蛮多条 那今年我们的开讯在一样在二军的基地嘉义 限力棒球场 然后在1月24号这一天 开讯的当天也公布今年的年度口号叫做突破 Black Suit 那在开讯典礼这一天呢 领队川田喜泽说 去年结束之后 大家对球队编程方面感受到一些不安 但请大家安心 球团这边会给每位选手适当的表现机会 希望与目前的选手努力打进总冠军赛 好那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年度口号叫突破这件事情 突破这两个字 我直觉会想到林威柱 因为中系兄弟之前 曾经出过林威柱相关商品 那这个口号就是突破 那突破其实是柱种 他蛮喜欢挂在嘴上的两个字 老实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柱种 常常把口号挂在嘴巴的行为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球队的事情 他现在也就可能在城前吧 反正呢 今年他应该不会出现在中指的球场号 我只是想说 因为突破就会让我想到林威柱 那想说怎么球队今年想口号用 口号会用突破 blastroot这个字 觉得神奇 然后再来就是口号叫突破 那领队又说请大家安心 可是我第一直觉就想说 突破跟安心 是不是有一点点冲突 我们光就自便一来说 还是说你要安心的突破 那可能就是我的认知吧 认知没有很了解球团的想法 或者是说我的理解能力不够吧 那除了公布口号之外呢 那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谈心水 那在这一次第一阶段公布的谈心结果里面 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阿金的梁家荣 他去年是联盟打击王最佳九人三壘首 他去年的月薪是33万 那今年跟球队签下一指三年的合约 从33万直接跳到48万 那其实阿金如果说没有签三连约的话 他应该就会非常接近可以提自由球员的状况 我记得应该是2024年季末就可以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可能是球团这边提的条件蛮好的 那阿金他算一算 这三年靠现在这一指合约应该不错 那因为你这一次三年 你就直接签约了嘛 你并没有提自由球员 那以终止这种提自由球员需要宣告的规定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你这次没有提FA 那也就是说三连结束之后 如果说他的成绩还不错的话 他就可以提FA 那这个对阿金自己的 算是薪资保障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错的一个安排 当然三连打得好你就提FA 那当然三连如果说遇到一些瓶颈 你至少这三年的合约应该是还OK 那可能就再调整一下 类似秀秀嘛 因为这我在前面就讲过 其实陈俊秀 我们家秀秀 现在不是我们家了 秀秀其实在2022年结束的时候 他本来就要提FA 但是他就2022年寄出 他就已经想好的一个安排 但是因为2022年就是打得实在是不太行 所以他就延后的一年到去年才提FA 然后才转到 今年才转到中兴兄弟去 OK 好那再来就是阿飞 阿飞的合约也是一年约 他从35万 去年35万变成今年的40万元 那阿飞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说他也知道自己的年资 已经接近可以取得自由求人的资格 那签下一年合约是跟经纪公司 还有家人讨论的结果 就给自己压力 那他说因为从以前进职棒到 现在都是一次都一年约 希望保有竞争力 那我觉得阿飞应该也是要为年底去提FA做安排吧 所以他才会签一年约 这个也合理啦 不过一次签一年约 当然我觉得他是因为靠近FA所以向签 那如果说没有靠近FA的话 其实或许其实也可以签付数年 但是那个不是今年的事情 那像一年一签 就是坚持一年一签 其实我们之前还有一位球员是郭炎文 不过他就今年也到我全农去了 我是说阿飞讲这个一年一签给自己压力 希望保有竞争力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以前阿文 他在谈心的时候的风格 那另外其他的野手呢 阿富呢跟球员队也签下 一加一的合约 月薪从去年的24万提升到今年的32万 那其他几位球员 就是有见报的 曾经呢 去年21 今年变到29 升了8万块 邱丹呢 去年是9万 今年涨到10万块 然后小花花林振华呢 去年5万 今年变到8万元 那补手呢 两位第一轮选进来的补手 现在快要黄金交叉了 加翔呢 去年是6万元 今年升到43.5万元 那曾经的状元呢 张敏轩去年是16.5 今年变成15.5 所以他们两个已经很接近了 敏玩真的要多加油 那以上是野手的部分 那逃手的部分呢 刻意呢 去年是5万 今年直接调到16万元 还有就是这个 川岸墙教练调整成功的 王志轩呢 去年5.5 今年变成14.5 那比较高薪的球员 陈诚呢 他去年是70 就是刚回来时候的合约 那合约走完呢 今年就是重坦 就从70减到56万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今年也换背号 因为本来 17号是尤超伟用的背号 那因为尤超伟后来离对了嘛 所以陈冠宇 陈诚今年就把背号从12号改成17号 那另外呢 就是朱俊祥 去年30万 今年变28万 那他今年不仅是薪资有调整 他的名字也换了 他的名字从朱俊祥改名 叫做朱成羊 那成就是那个成德路的成 成仙起后的成 羊就是太平洋的羊 那他季末呢 也去动了右手轴的骨刺的手术 把他拿掉 那希望今年会有好表现 然后再来 对刚刚也是有一个没讲到 就是主委 林子伟 林子伟他确定的就是他换背号了 他从25号换成15号 那他说换15号的原因是因为前红袜队有几手 Dustin Petroia也是用这个背号 所以他就想要改成这个背号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 已经在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哦 那开讯呢 除了公布口号 然后宣布一些谈心结果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的总教练 古九宝健二呢 也宣布 今年的队长是林立 副队长是黄子鹏跟梁家荣 那阿力当队长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古九宝健二指定 就清定要他当队长 阿力是说他本来想要拒绝啦 但是后来就觉得就接受吧 那他会跟小胖在讨论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在这个去年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开始全员逃走中嘛 然后牛奶王艺轩记者曾经写一篇专文 有提到就是说球团这边的处理就好像把老的学长都清掉 可是呢 这支球队的一个传统就是会有学长带学弟 这个文化 如果说大家有在看球团的官方YouTube的话 你会看到其实会有很多次那种赛后 然后队长小胖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就是讲讲话的一些影片 不只是去年啦 包括说之前也有 像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有一次聚会 在打总共聚集在之前 连那个时候 因为就我讲嘛 就2022年陈俊秀状况很糟嘛 像这种算是small talk 那陈俊秀他也说 我状况都这么糟了 然后我觉得要怎么样形态之类的这些影片 那只是说去年就清掉很多老将 那个时候受访 就是不具名受访的选手就说 球团也知道是有这个文化 那你是不是要去破坏这个文化 如果说以今年这样子看起来 我觉得球团并没有要破坏这个学长带领学弟的文化 但是差别在于球团有指定的学长去带领学弟 就球团会指定说希望是谁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是好是坏 其实我也不晓得 就是应该说你会慢慢的做轮替 就是说喊话的队长会慢慢去做一些轮替去换人 好像这个组织的新陈代表是好事 只是说这个接下来的新的队长 应该说接下来喊话的新的政府队长 他也需要去学习如何去做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质疑说阿力老虎还有阿均 他们可能也会做得很好 我只是说应该说这样我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这样的文化就是球团想要介入 但是他不是要推翻 但是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要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入 那好或不好 这个可能真的要球去打了才知道 那另外在这一天的访问里面 其实古球宝健二新任总教练 他也有跟记者聊说 他转到桃园之后才知道 为什么桃园队在之前三年八的时候会这么强悍 就变成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说主力选手懂得怎么练球 也会教年轻选手 看到这种现象就知道球就会强 球员练球时会思考而不是等教练指示才行动 那就太慢了 我不知道这个叫做美式还是日式还是韩式 还是什么什么式 我自己觉得其实大家很喜欢吵什么美式日式 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笼统啊 认真来讲 然后就像我前面讲了嘛 美式你现在讲的美式是2010年的美式 2020年的美式还是2000年的美式 比如说我举个例 像去年你会看到 中信兄弟的投手教练王建民上来换人或干嘛 那他在更换投手的风格 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2000年代的美式 就是王建民自己在当投手时候 还在球员时候 那个时候的美式 那那个美式跟你现在去看大联盟 投手教练换人的一些考量 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说美式到底是什么时候 美式也分好几种 不同年代不同球队 那日式也一样 不同年代不同球队 那你说像桃园从 不管是Lamico时期或是Rakuten时期 这个 主力选手懂得怎么练球 怎么教你新球这个东西 这到底要叫什么式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当作他是自由式吧 处处都有兄弟精神 处处都有桃园浪人 其实像去年那个时候不是大家在吵 应该不是在吵 应该说 洪一中到了台康熊音之后 他去拜访洪瑞和 然后他说 这个要找兄弟精神到台康熊音去找 那其实之前在网路上 我曾经也看过很多 是兄弟精神 什么是兄弟精神 应该说这件事情 那兄弟精神这件事情 我先给大家讲 因为其实忠信兄弟 他们有一首嗆死去 就叫做兄弟精神 我觉得他的歌词应该 算是比较 应该算是最正统的定义吧 他歌词就说 兄弟精神永不放弃 是我的使命 曾经光辉的岁月 感动不曾忘记 永不放弃 持续向前倾我的权力 每一步 勇敢热情坚定 其实那个歌词写的蛮好的 然后我其实前几点在想说 其实每一个能拿总冠军的球队 大概都有这个精神 所以其实每一年总冠军都是兄弟 那不只台湾 包括全世界 全世界每年总冠军的球队 其实都有兄弟精神 兄弟球迷看到不要打我 这是成战 好那处处都有兄弟精神 处处都有桃园浪人 那现在就是最新确定的是 去年没有放在60人名单之内 那今年在找工作的 陈宇勋 他已经确定找到工作了 那他2024年星球季 乡长呢 会跟他的好妈季 阿伯恩 还有石豪 一起在卫权农同队奋斗 那根据新闻呢 农队高层在跟陈宇勋 谈心的时候 有跟陈宇勋本人 还有他的家人曾经碰面 针对生活规范有作特别讨论和约定 那反正一直传说就是有一些场外风波啦 我不知道说大家看到这一条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 那我们节目不能讲这个微情证词的东西 所以呢我在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呢 生活规范我直接想到就是我在新兵的时候 那个内务柜的整理 比如说你的那个内务柜打开 左边要放内衣 右边要放迷彩服 然后你的脸盆要在床边 脸盆要在左边 然后你的 这个靴子要在右边 然后要朝内朝外 然后你的脸盆里面的钢杯 那个把手要朝哪里 然后牙膏牙刷要放哪边 牙膏牙刷要朝哪个方向 棉被要不要折成豆腐 大概就这些吧 这我随便乱讲的 那随着寒流远去 天气在农历年前稍微变暖 其实我们离开季也就更进一步了 那希望大家 不管气温高低天气好天气不好 都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原式物语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后期 共同在相会 四个人 拜拜